我是910的,今年已经31岁了 没有结婚,也没有孩子 说实话,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确实是很难找对象的 年纪又大,长得也不算特别漂亮 我在这个社会上也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没有背景,没有机会,没有贵人 就只靠自己,说实话是很难很难成功的 不是说靠几具鸡汤,他就能够成功的 成年人的底气呢,其实都是钱给的 这个就是现实,很多男人呢,都希望找一个不图他钱的女人 想着跟他一起去打拼,共同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 可是呢,往往不图他钱的女人,真的会被珍惜吗 你还记得那个陪你一起吃铺的前任吗 那你们现在还有在一起吗 中文字幕里面 我们下期待